秒开油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.sworld。 塔图姆,谭杜兰特,我们一起训练,关系很好。 布朗,那我走。 北京时间8月22日,42岁的乌多尼斯·哈斯勒姆,正式宣布,自己将再战一个赛季,打成为麦阿密热火,效力20个赛季的成就。 其实,早在6月7日的热火新闻发布会上,帕克莱利就表示,只要哈斯勒姆愿意,我们想让他在球队,待得越久越好,我爱死他了。 随后,自由市场开启的第一天,热火便派出一名员工,前去游说这位42岁老将,再战一年。 但直到两个月后的今天,哈斯勒姆,才做出了最终的决定。 说出这个选择时,哈斯勒姆,并没有对着聚光灯和摄像机,而是在他的青少年训练营上,我相信,这种场合,也是哈斯勒姆,有意为之。 毕竟,作为球员来说,哈斯勒姆,已经有些连坡劳矣,但作为精神图成,哈斯勒姆,却是热火最关键的一环。 哈斯勒姆,做出这一选择的主要原因,来自他的父亲,我和我的爸爸聊过,这是我们定下的目标。 这并不容易,但目标,是不变的。 赢球,赢得总冠军。 拼尽全力,然后,在结束的时候,挺胸抬头离开。 老哈斯勒姆,于2021年8月叙事,那段时间,哈斯勒姆,向热火告假两周,缺席了训练营,和部分季前赛。 失去双清,也让哈斯勒姆,在过去一年,思考了许多事情,即便是已。